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关于长洲,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非常热门的 很多时候,大家出发前都会问我 有没有美食或正式的餐厅可以推介一下Hidy 而我又会问大家,你想吃咖啡、小食、西餐还是哪一种菜式 问得多答得多,我决定开一个系列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在长洲不是自己煮食的时候,我会吃些什么 可能是地道点的小店,一些未必是热门的餐厅 但鱼鱼鱼鱼,总有一些好东西 如果来有兴趣想知道今天我想吃些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1点钟,我要出去吃晚了 那就开始吧,Let's go 今天我打算吃台湾便当 这间餐厅叫转角,开了大约3个月左右 门口里有贴菜,说一下他们的便当里有什么配菜 大家可以先看看合不合适 它是一间街坊小店,所以座位不算很多 室内再加室外两张桌,大约是十多个位左右 然后装修风格有点像怀旧,有些海布在旁边 我自己通常都要坐外面,因为有刷牌 餐牌很简单,左边是台式便当,有鹵肉,鹽酥排骨,鹽酥鸡排等等 你叫便当已经送了一杯无糖茶 中间是饮饭,右边就是一些小食 有蛋饼,甜不辣,花枝丸 忘了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和如何去 在长洲码头左边一路走会看到很多海鲜餐厅 然后大家留意一下,路牌写着不舍七里 你会看到有一间海鲜档也挺大的 然后你可以沿着这条小路走进去 最后右边就是这间台式便当餐厅 转眼间我们又回到这里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后我们买了外卖 因为刚才我们戴着chopper,室外的位置已经敷了 又不想等位,天气又比较热 我们就决定回家吃是最舒服的 但是我们吃过这间十几次了 所以无论外卖也好,堂食也好 我们都试过了 我们是叫了两个便当的 文心在堂食的时候买相会更漂亮 这个是花枝春卷鹿肉便当 不用那么怕的,那些肥膏是我自己要求的 然后另一个是鹽酥鸡排 这个配了半面的,是不是很大块呢? 至于野饮方面,我就是一杯热的无糖四季春茶 然后今生就是一杯冷的珍珠奶茶 你们有没有吃过大角咀那间很出名的排队的台湾便当 这间也是风格的,有不同的配菜 例如今天有粉丝,糖心蛋,菜,菜脯类 然后我叫这个是鲁肉春卷便当 超喜欢它的鲁肉,非常大 然后有很多肥膏 为什么它会比我这么肥呢? 是因为它知道我的喜好 我经常去吃都是说要多肥 所以它特意不比我,非常好人 然后轮到金山的,就是它最喜欢的 你自己介绍 鹽酥鸡扒 对了,你不要看到好像只有鸡扒 不是的,它的鸡扒这么大 然后所有的配菜呢 是一样有都在下面 这个超饱 还有它是可以选择饭或拌面的 金山就很喜欢吃面 我就是很喜欢吃饭 各有喜好 好了,我们吃了,很肚子 吃了,肚子 肚子 我觉得它的鹽酥鸡扒是很台式的味道 鹽酥鸡,我不会说 你去,帮我先去 首先,它的鸡的外层是很脆的 吃下去很脆的 就算是外卖回到家 我都觉得它的脆度是依然在 而且它上面有一些一粒粒的炸 不是刺裂的那种 炸得很均匀 其实它整块鸡扒都是一粒粒的 看不看得到 这块才是鸡扒 这块才是鸡扒 这块是错扒 我来试试这个鹿肉 我觉得鹿肉吃肥真的很幸福 它给了肥肥 令它有入口即溶的感觉 嗯,比油脂 但是这些个人喜好 它依然都是一粒肥膏 而且它们是有辣粉和椒盐 鹽酥粉 我不知道 总之会给我们 可以加进食物里 糖食也有 如果你想加的话 跟它说话 它会给你一瓶瓶的 加进食物里 它们有个辣粉很香 是的 我很喜欢它 它有少少辣 不是很过分 粉丝 is the best 粉丝很棒 嗯 它有炒过一下 它的蛋很软软软 不是很硬的 那种 台心蛋也觉得挺好吃 但它不是说外面甜甜的 我都吃了一瓶 我的嘴巴很厉害 珍珠奶茶很香 她很少会喜欢珍珠奶茶 然后每次在吃都会叫来喝 所以我觉得都OK 但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喝珍珠奶茶的人 所以就不会评价她是什么好的珍珠奶茶 但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是不服的 我都很愿意去喝 我试过偷偷喝了她半杯 茶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特别 始终我不懂品茶 有点热 我还很期待你会说些什么 它也算是一个偏淡的茶 我觉得挺好的 不会太浪 原来这样是好的 那去一下油理吧 我们吃一些这样的油理 我平时喝水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怎样是好的茶和不好的茶 我喜欢吃这间小店的程度 是一个月都吃到两至三次 都有 还有没有东西想补充呢 这位先生 我挺喜欢吃那次的拼盘 是不是有甜不辣 它有炸甜不辣 还有它们有蛋饼吃的 如果大家很想念台湾的话 我觉得这间都真的挺好的 价钱又不贵 分量很多 嗯 一定吃得饱 那这样很 depends 因为可能很多人进来唱歌 是不想吃 那么晚都吃多几间 不像我们 我们真的当一顿饭 是求饱的 但是大家不用怕 真的可以叫他少点饭 如果怕吃不完的话 我常常说要一半饭 就够了 因为正常分量是多少 而且厨师好像在台湾学艺 好像不是的 我记得是在台湾读书 然后经常吃很想念这个味 然后不停地自己去试试 如何能够做那个味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 整件事很还原了台湾的味道 是因为这样 我又摸水吹 然后有一次等外买 就是在那个堂吃 然后没什么人 一直在聊天聊天 就得知到这个故事 今天这条影片好像很casual 对 等下吃完东西就睡觉了 对 但是也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们真实在长得的时候 例如会吃什么 跟着很喜欢的店铺 都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来到又可以试一下 希望你们很喜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 给个like 还有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每周六的三点 我每周都会订阅两条新片 逢星期六处到三点 和星期日处到十二点 你几时才能够陪到的 好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你不是少了饭吗 对 他说 我叫他给好小饭 他说 我叫小饭吧 你吃不吃给你男朋友吃 他没有问过我 是不是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发现 我今天是拍片好偶 眼神空洞 之后 还有自尊 因为我昨天喝太多酒 吃不来 我不是愿意 吃不来 我不是你担心 我悠惠 你很美 你我可以吃不来